大家好,我是仙游鸡市 来了兰西,一定要去尤布古镇 这里是浙江四大古镇之一 在古镇的西北侧下了车以后 这里刚好是早市 很多当地的老人在卖小菜苗 还要卖小狗 这个阿姨说她家的鹅蛋特别好 我说我来玩的没办法带 就拍下来记录一下 拍一个,拍一个好拍 很大的啊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就是古镇 进入古镇,在这个路口往左拐 一早上这里是最热闹的 也是每一个来这个古镇都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吃早茶 如果想不排队最好早一点 街两旁摆满了餐桌 那些当地的老者悠闲地吃着早茶 服务员拎着茶壶奔走在店里 门口更是盲目地不可拍照 这个大姐正在做的把肉馅塞到鸡蛋里的美食 搅入虫子 在锅里煮好 再加上调味的清汤 十分美味 这个是当地的鸡蛋饼 这里的小笼包,汤圆,糕点等都很好吃 最好是和朋友一起出来吃 那样可以吃到更多的品种 吃完早茶就可以在村子里悠闲地逛逛了 发觉发觉村子里人比较少的巷子 不过像这种恶趣还是要小心一点 村子里有一个油布酱坊 这里几十口酱钢散发出浓郁的酱油味道 在村子里我碰到了这位奶奶 她说自己已经96岁了 96岁 96 96 他都浓 他有很多浓 据我观察 村子里高寿的人还挺多的 在谷这里发现了这家挂满了各种精细竹编物品的店 老板跟我们讲 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些很高年纪的人在做 可能以后想买这些东西会很难了 你这里宝贝很多 对啊 现在做这个东西没人 年纪都是七八十 是的 基本上几年 没有几年 没有几年 没有几年就四岁 最多 我看看十万年也最多了 肯定十来年不过多 给我做了 我有十四五岁 都是八十岁上下 都是很老的师父 都是八十岁上下 年纪七的 他做不了 不肯学了 做不了 不过他家的店 相对来说顾客还是比较多的 继续探访古镇内部 我看到了茶店门口下棋的老者 内部是很有年代感的大厅 出了古镇 买一篮白玉琵琶 这趟小镇之旅也到此结束了